大家好,我是焦面玉的张老师 那我们今天呢,会把这个我们的那个缅甸缅文字母 33个呢,我们对照这个口心 还有就是说把它字母分裂出来,这样分开出来 然后呢,给大家念一次 然后基本上的,我们会稍微讲解一下 前面一个单元,当然我们已经讲过好几个了 它的来源之类的 好,那现在呢,各位可以看一下哦 好的,那第一个是 嘎吉 嘎吉 嘎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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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嘎要稍微重一点 好,其中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嘎是跳舞 嘎嘎就是跳舞 这个是还没有拼哦 只是它单独字有意思的 而这个卡就是费用 就是说我们前面有说 嘎卡 车费 然后 嘎卡 就是水费 这样子 嘎哦 好的,下一个是 嘎吉 嘎,嘎,嘎 这个也是 嘎,但是它用的会比较少 嘎,嘎 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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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只有嘎有意思 它是开始这样的意思 嘎咯 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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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音 撒 好的 下一個是 撒冷 撒冷 下一個 撒過 撒過 撒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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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他單獨都沒有意思 就是說他只是字母 還沒辦法講意思 好的 下一個是 撒 撒 撒的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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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文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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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是 我們其中有意思的就是 撒 晚上的意思 撒你喇叭 你晚上來 今天晚上 這樣的意思 好的 那下一個是 大野糕 大野糕 下一個 大野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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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吉 那吉 好其中他都沒有辦法 只有那個 看那看那那是可以這樣講 一下一下 下一個是 大野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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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他 單獨一個 他他就是 起來的意思 哎呀他起床 你坐著的人 你讓他 他就是起來 他 好下一個是 大野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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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這個都可以唸 那野 那野 霸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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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意思 單獨都不行 怕歐頭 怕歐頭 有點怕 怕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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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好多都會自己翻譯成那個漢音之後有一些好笑的 但是那個的話可能會干擾各位記得那個 吉他的聲調 所以還是不講了 下一個是 霸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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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霸我們會用 伯伯 阿爸 爸爸 伯伯 你好 這樣子 好下一個是 媽 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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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媽 就是姐姐 媽媽 姐姐好漂亮哦 媽 通常指女性 而那個 爹 就是可以 我們在前面句型上有講過 爹 爹 爹 可以的 沒爹 不可以 下一個是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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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 啊 那么哈就是张口 不是哈 你张一下口 张一下嘴巴 你就说哈 然后啊 啊呢本来单独是 它是那个好笨哦 而且很啊 你这个笨女 这样子就说是啊 那可是啊 它会有这个变音 因为之前我们有讲过我们免语好多会有免文字会有变音 像这一个就是最典型的 比如说我们常常会听到说 啊 过 啊 妈 啊 都 啊 不 啊 欸 那个呃其实就是变音的 那么它就是它这个呢就是一般的就是把形容词 改成那个名词的时候通常就放这一个 呃 啊 不 啊 欸 这样的呃哦 好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字母 可是啊 我们有这个学员也会讲说 因为其实好多这个免文字都有说自学过 或者是怎么样 对不对 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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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也不用放,不用拳,对不对 那按照来说,其实是对 这样子也比较简单,也可以记 可是在这边会有一个什么问题 因为有些场合,有些字 它用的这个,它要拼的字母会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가,刚才我们说了嘛 它是跳舞的가,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가의가,它就是 就是那个螃蟹 对,而比如说第四个가 那个가,当然它是用的很少 可是比如说,我们仰光那一个 有一个区,它叫做 那个가,它就是要用这个 来拼,所以呢,它这个呢 它的区别会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好,一般如果是 你还写免文字的时候 你已经全部会拼了 但是,第一个你首先 会发生的问题就是说 有时候你不知道要用哪个字母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字母的全音 就会比较重要 比如说,好了,你要写说 啊,가呢 你就说螃蟹嘛 你开一个菜单好了,가呢 你就去写说,가 지的这个가 가,가呢 你就拼了这样 那,当然这个缅甸人 会看免文的人 他一看他知道 你讲的是什么 他也能读得出来 简单单来说 它的音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可是问题呢,它就,가呢 你不可以用가 지的가 一定要用가 내的가 所以区别就在这里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给缅甸人看 他就会指证你说 가 지 마데 他说,가 지不是用这个 가 내,가 내 동아 매 所以这个时候 他不能够说 가 내 야 부,가 내 동아 매 因为这样就没有区别了 对不对 所以呢,他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全音 全音就在这里 就是说,你刚开始 你觉得说 啊,太难了 不行我 我还是觉得想 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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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가 比如说那个什么 사 롱,사 랜,사 괴,사 미,사 냐 那他就等于 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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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냐 这样子了 前面的都是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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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사 可是问题他也就来了 他就会说 你拼的时候 后面你全部要写的时候 他就会说 啊,세 다데 你要去市场 那那个세 你去写사 롱吗 还是사 롱吗 怎么样 不行他一定要用사 롱 因为세 他一定是要用사 롱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是你写的不对 人家说 마래 打사 롱 就是你一定要用사 롱 来拼 所以为什么要学全音 他的这个 他要用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 所以呢,其实还是应该 学一下全音 你学一下全音的话 所以刚开始念 明明就是一个字母 好难哦 还要去什么 사 롱 你记一个사 롱 不就好了吗 但是区别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的话 为了长期的话 还是要学全音 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我们那个 小学生学的那些课本 其实都是要用这个全音来学的 就是你先把难的学了 后面容易的 那这样子就没有关系了 好的,那各位请跟着学看看 一定要跟着写 有点队 就会说 大家可以看 你呢 有点子